走吧,第三章 拿拿,一起来玩吧 白色连衣裙的少女这么说着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有着明亮阳光的夏天的梦 什么东西撞上我的额头 真是的 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骨折丝帮的梦里 大白天的,不要睡觉啦 不,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昨晚上太热了睡不着 加上还做了奇怪的梦 困啊 打着哈欠把吊在身上的折纸玩具丢回给他 本来想着到这边会凉快一些 虽然事实基本也是如此 一大早跑过来的我 见到就是满里阳光 哒哒地跑着迎迎出来的模拟 这家伙也起得这么早啊 而且要折纸飞机吧 像是早有准备似的搬出一大堆五年六色的纸张 喂,你不会一个晚上把屋里的书全啃了吧 怎么可能啊,说了我不是老鼠啦 躲着脚,躲起似的把厚厚的一碟子派了过来 是我用旧的练习簿啊 哇,好丑的字啊 顺便问一下,你老几年级了 初一还是初二啊 拜拜,这个问题需要这样想的吗 嗯,初...初四 呀,你初四嘛,等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比老子更快的抬起头先敲下去 绝线失失了一个 那什么 哼,干什么啦 这是给静大又笨又还不老实的家伙的惩罚 说王王光帝一生把自己奶在草地上 闭上眼睛开始不觉 蛤,不要睡觉啦 我是那个家伙用足了力气 也只有蚊子大小的声音 放了个声继续睡 哼,真是的 终于放弃的样子 然后,传来沙拉沙拉的动静 哒哒哒哒哒,从面前 从面前向远处跑开的声音 什么声音,什么东西撞上我的耳头 喂,嘿 这次是鼻尖 有眼尖尖而轻飘飘的触看 那是,嘿嘿 这回是沙连发啊 脖子连而合耳朵 而且纸片还钻进耳朵眼耳里了 哈哈哈哈哈哈 懂第一个礼仪打挺跳起来 你这样倒是珍惜的 想要和本大一叫凡事吧 这里只上了紫飞机 什么 论起肩膀左右开弓 并顺雷不及烟耳到铃耳 等一下大家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 等一下,让让我吧 啊嘞 用上浑身力气甩出去的飞机 老实不客气的一头宅在面前 寄不远的地方 笑什么笑啊 这样是不行的啦 兔子先生 谁是兔子先生啊 还有 升纸飞机 不是光用力气就可以的哦 口 是 是吗 角度啊 风向啊 还有最重要的是技巧和距离的把握啦 有一个紫飞机 那样的话 就用直接塞到你的脖子里就好了 别我站住你这个家伙 那要是犯规的啦 一边绕着肚 到这屋子躺一边咯咯咯咬着摩尼 别别别跑 靠我不把你的鼻子耳朵塞满 你这个绕得侵慕了丫头 一边呼呼一边追着他绕圈的我 结论两个都是啥 好吧 大自行逃在草地上 呼噜呼噜的喘气色 我远输了啦 实在 实在跑不动了 莫莉的声音 贴着耳朵旁边传过来 其实我也跑不动了 再说也不可能真的对他做出那种 塞鼻子 赌鼻子 塞耳朵之类的事 如果只是像傻瓜一样 结果只是像傻瓜一样 绕着小屋跑了好几十圈而已 为什么我本来就睡眠不足的 我要做这种处事 尽在 莫莉的声音 今后也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清朗的蓝色天空被圆形的树冠环绕 好像又来了 弯顶一番静静的附在上面 明天 也可以一起玩吧 当然了 想也不想的回答道 那 后天呢 当然也没问题啦 还 呃 多少有点不耐防的音 那 以后更多的 每天每天 微风吹着野花的青草的气息从莫莉身上传来 都可以 装在一起吧 却是仿佛没听过的疑调 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本来依据当然了是很简单 可是虽然觉得如果说出来的话 却没有把握能实现的样子 微凉的柔软触感做到着我的手指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室的莫莉说的 没关系的呀 那是 就算 只有现在这样 也已经 足够 足够好了 面朝天空昂躺着 看不到她的表情 嗯 只能通过手指确认着莫莉的感触 现在就 好了吧 不知道这里在说什么 莫莉也没有在说话 就这样 并排 仰望着 仰望着吗 忘记了 静静静静静的蓝色天空 好 Next 第四章 好嘞 本来就没睡好又莫名的折腾了老半天 吃过午饭趴到床上 就像是从头到脚都要善家的感觉 真是的 陪不懂事的小鬼玩就是 陪不懂事的小鬼玩 就是这样 一个两个都不让人省心 嗯 稍微有什么样子 随即 步入深层的黑暗 睡得好舒服啊 这样子吗 那个几点了 已经四点多了 咯吱咯吱的笑着足 算了 坐着门口的叔叔答道 因为看你睡得很香 所以没叫你起来 还这么补充着 哦 四点 等等 唯一跟我家到底睡了多久啊 你和茉莉说好了下午见面的 可 这下可是板上钉钉的迟到了 迟到了 呵呵 好啊 张张的跳下床 踩上凉鞋 什么是这么着急啊 背后 背后传了叔叔 不慌不满的声音 啊 和朋友约好而已 便回答便套上 汉 汉山 往岩子外 便一路小跑 诶 真是毒雷吗 不懂 总算和村里的小鬼们混书的啊 你老是这样看笑话吗 又又在这语调 你老是这样子各自各自的响声 啊 不就是 就只有一个 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而已 需要阻止的声音停了下来 我充满哦 呃 把原子门带上 急匆匆的跑出去 好像在说什么的声音 完全被抛到了脑后 在树林里跑着 虽然已经过了下午 但是太阳还是很热 只是这样的小跑 就已经开始流汗了 诶 奇怪了 迷路吗 感觉好像和昨天的 有哪里不一样的 听到了小孩子们喧闹的声音 还有滴滴的哭泣的声音 懂 额 破开树丛眼前是有着 有着小木屋的 林间空地 在草地上爬来跑去 富虾奶着什么的小鬼 还有一个人躲在那里 哭泣着魔力 喂 你们几个 在干嘛 大波的往向前 握紧了拳头 顿时 小鬼头们 懂一声 懂一声 做鸟 受散 一下子还不知道该追哪个 不过 到底还是 到底还是 到底还是让我 给逮住了一个 跑得慢 又摔了个大 大马趴的小只 哪去啦 从地上捡起草帽 哎呀呀 哪去啦 从地上捡起草帽 扣在魔力头上 扣什么扣 真是的 居然被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鬼 欺负你呀 对不起 抽抽搭搭的扶着帽子 魔力揉着眼角 所以说 你是笨蛋吗 对不起 这种话 怎么想也应该是 这小时说的吧 喂 说着松开领住 厚薄 厚薄 厚薄领子的手 把刚刚活抓的小鬼 放到他面前 给我好好道歉 绷着脸摆着促进 可能下人的样子 按着那小只的脑袋 对对对对对不起 大声点了 受非常对不起啊 小只 呜 非常对不起 闻着你一口的小鬼 在我的腕力下 繞繞细细的拒着弓 那 那个 眼角的泪盒 还没擦干的魔力 不用 不用这样啦 掏出手什么 来摸那小鬼的脸 喂喂 你刚才可是受害者耶 就算不表现得一份 一份甜 甜什么啊 不懂 自在给我稍微 啊 算了吧 嚷嚷我吧 还有我成英雄的借口都没了 可 可虚 像做错事 像做错事的狮子一样 看着我的魔力 他属伤啦 收着跪下 蹲下 蹲下 蹲下身 试着小孩子的气概上 岔伤 唉 真是没办法 隨意你便好了 等一下 想起了什么 拍 拍地 什么 啪的一拍手 屋子里有橡皮膏的 我马上去拿 然后 起了 然后站起身 搭搭的往 往这屋子里跑去 然后 当着我们两个面前 巴搭 摔了一大马爬 以上各种 其最好的点论是 由于冤告表示 不 不 不 或是追究 以被告达成和解 什么鬼 顺便 橡皮膏倒四针的派上了用场 小鬼的 腿上贴了一个 茉莉的气概 和家脉搏 总共贴了衫 呵呵呵 呵呵 这假如是笨蛋 哼 我也是吧 那 那 起床啦 老妹妹像蚊子一样的声音 在耳边绕着圈子 缺儿 别发我 累着呢 顺便 我可不认识 什么搜射房子 会把自己 埋在书堆里 走平路也会摔倒 还被自己 还被小自己好几岁的小孩子欺负的家伙 哦 神家已经道过歉了啦 不是说你啊 笨蛋 是我 才对 要是我早点过来就好 带这些 自责的 用尽拔着地上的青草 总觉得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 想不起来 好像 关键的部分少了什么事了 只是 沙沙的响声 裙摆磨蹭着草叶 莫莉在躺着我的身旁坐了下来 那个啊 轻轻的好像 微风 飞风浮着一样的声音 虽然 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 夹着野花和草的气息 飘了过来 可是啊 莫莉太气透 你出现的时候 真的好高兴啊 没有看见自己 而是望着眼方 塑罐包 包裹着的天空 自言自语 死的说着 像是童话里 王子 来就公主一样的感觉呢 转过头来 是明朗灿烂的笑脸 她抬起头 轻轻的敲着 敲了她的额头 哪有这样的王子啊 带着先许自愁的意味 对笑嘻嘻 底蜜着眼瘦起肩膀的家伙 这样说的 也是哈 手指顶着下巴 莫莫莉想着想说的 因为是兔子先生呢 谁是兔子先生啊 要不是我来得起来 早就敲到你满头包了 绝对的 妈 不过今天 做一回兔子哥也无妨 吧 来煮纸飞机吧 兔子先生 一上一下的 荒动着两脚 把两鞋 抛到一旁的莫莉 什么尖细的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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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在草叶上 磨蹭着 发出沙沙的轻响 不好意思啊 今天太累了 不想玩了 公主殿下 呀 因着 心口 噴噴的乱跳 翻身转过头 翻身转过头 年轻人 这么没精打采的可不行哦 喂喂 不要用这种 上了年纪的大叔 大妈的口气啊 怎么 明明怎么看 那都比我还要小的家伙 说起来 以前衣装中的莫莉 总觉得更要懂事一点的样子 夕阳的光 闪过林间 慌着眼睛 慌着眼睛 莫莉的侧脸 软散淡淡的飞红 这样的孩子 以前的样子是 坐在那里 莫莉折出新的紫飞机 你还真的喜欢折紫飞机啊 很喜欢 戴着淡淡红色的笑脸 因为啊 是很喜欢的人 交给我的东西 很喜欢 的人啊 是爸爸还是妈妈 喂 我操这份咸心干嘛 都不是哦 好 笑我细心的莫莉 朝这边转了过来 你的朋友 就只有一个啊 寬眼的草帽 白色的眼神群 从上面看着我的样子 什么 脸颊 脸颊子心痒 轰通通的 叫做莫莉的女孩 是兔子先生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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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